刚刚讲到说我发现何仲勋说到他们请工作人员 都希望他们能具备基本的做公民记者的这样的技能 那这让我很欣慰 因为我一直在那里呼吁说 好奇宝宝已经白发苍苍的初老人 我还挤在年轻人当中在那里做摄影 然后我觉得我怎么一辈子气你们这些后生小辈子做这个事情 你们应该可以自己把自己要报道的东西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放到网络上去报道 那因为如果是由好奇宝宝来做的话 我可能抓不到重点 我造了很多东西 可能应该看这个的时候我看到那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可能我画面 我虽然有画面可是那个可能你们认为重要的画面我并没有拿到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他有话要说 他有什么想要把他的理念跟这个社会大众来传播的话 我觉得他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 这样一个能力去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让世人知道 不要依赖这个外界的大众媒体或者是公民记者 因为就算是公民记者 他也不一定很清楚你的诉求 也许这时候这个现在另外一个画面是比这个画面更重要的 但是可能他这时候像我有时候我就会去扫一下 现在是谁来了 可是这时候也许你认为那个正在讲话的人是很重要的 自己最知道最要是 对 可是对一个记者来说 他觉得这时候可能他觉得 某个人的知识很有趣 或者说怎么样 不知道 或者说他认为现在警察好多的呢 看看有多少警察 对不对 可能他就miss掉你 而且你们请了很多贵宾来 也许他不认识这些贵宾 他不知道这些贵宾的重要性 对你们这个社团 对你们这个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也不一定要紧 对不对 所以他不一定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奇宝宝我虽然全都录 但是也许我录的都是garbage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我们的公民记者贺宗勋这样讲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 那我希望呢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带动其他的NGO台阶 也去就是说当他们在征选一个新人的时候 他们会要求 要求他或者是不是新人而是他组织里面既有的人他也可以要求他去上公民记者的课 就像好奇宝宝一样我完全是白纸一张 可是既然我可以做可以做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更 smart 学习能力更强他们应该更快上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虽然我在一开始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倒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愿意就是说我很老了我还在那做 但是我觉得终究这不是办法 做这种工作应该是要传承给这些需要把他自己理念传播出去的这些 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对因为你我还是那句话嘛 你看现在的公民记者真正跑到一线去做这样的记者 这样的采访并不多 那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国光实话 你访谈了你的名单里面你是有哪几位 像小麻姑娘嘛 然后还有我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朱淑娟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吗 朱淑娟是两三年前的三贯王新闻记者 他是我们超级超级超级大咖的新闻记者 他原来就是公民记者 他原来就是那个线上的记者 他后来离开了那个业界成为公民记者 所以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我总觉得他又歪了 他是不是歪了 这样比较OK吧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素人记者 他们原来就是 像小麻姑娘 她是环境知性协会的记者 本来就是记者 她本来就是环境知性协会里面的受薪的记者 那不是像我们这种公民记者 所谓的公民记者就是没有薪水 是做志工的记者 他们两位都不是 那你除了这两位还有其他的人在你访问 是列吗 因为其他就是没有像 呃就是可能发的新闻没那么多 还有谁 你现在一时之间有点就是想不起来 但是就是还有看一些像是彰化环境的这个联盟 彰化环境联盟他们是NGO团体 他们是NGO团体自己跳出来的公民记者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NGO团体都能培养他们自己的公民记者 所以他们也不属于我这种就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出来的新闻就是那个议题 嗯对对 他们有其他的议题 嗯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那个团体里面的 他们的他们的记者就是要发他们这个NGO团体 他们自己的新闻 而他不是一个一个像我们这种什么东西都去报道的 嗯 你说他们不可能去报道 别的议题 嗯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的理念发出去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少人像好奇宝宝这样去站在第一线 是像一般的记者一样去做 嗯 那我认为你希望这个在公民记者里面像好奇宝宝这种人 并不过 嗯 那大部分都有他们既定的议题 嗯 嗯 嗯 我这样讲也不是很公平 因为其实还是有 嗯 可是算起来跟我们现在六七千个公民记者来比 嗯 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 嗯 了解 对 所以我觉得 重点是我们希望我至少我的想象是希望所有的NGO他们可以发自己的心 嗯 那我现在看到何宗君已经在他做了第一步 那我也希望其他的那个NGO团体能跟进 嗯 这样的话这个这个公民新闻的深度和广度 才能由他们那个点来发布自己的心 嗯 可以更更更完善 更完善 嗯 好 OK 啊 对 今天非常高兴 啊 呃 呃 祝秀 你能看中好奇宝宝那来访问 也很感谢也很感谢老师也接受了这个访问 哈哈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好的机缘 嗯 那也希望在呃 Facebook上面 呃 跟你成为一个好友 哈哈哈 那我也很想知道说呃 今天你来访问我 你对访问我了以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吗 什么样的想法吗 嗯 我是我印象很深刻 说说我印象觉得很深刻的好了 因为我觉得本来我对公民记者可能就是对他们对公民记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很就是我很在意这个议题 所以我就是去做这个报道 我希望可以让别人看到就是你们就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哦社会上还有这些议题需要大家去关注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就是就是好友就是觉得我是要记录我的生活是要记录我身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才在写我在写这个报道 不是为了就是让可能其他人说哦就是要来看看就是要看到我的报道什么就是就是就是纯粹就是我就是想要记录我的生活想要在我之后可能老了或是就是不记得的时候我可以再回来看看说哦我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样整个方位下来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除了记录下也是想要记录说哦因为常常这些老人觉得说哎我老了我不需要去管这些事情了我不需要管恒登电厂区不要改我不需要管啊社会上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错误嗯 因爲 尋着human 尋ve 尋寒赤 尋 понял 嗯 对如果我们咦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他们的他们的未来我们他们的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些已经飞职的这些人我们有时间但是这在这些年轻人他却没有时间来分身 来管这些社会上的事情 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些修修的人 除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他们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社会上的动态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 我们这些老年人 怎么能安心的过我们的余年 对不对 如果金融崩溃了 这些年轻人赚不到钱 每个人都22K还有15K 那这些老年人有什么机会 这些子女可以尽心尽力的孝敬他们 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回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这些退休的人 真的除了他们在养生 旅游 吃 喝 玩乐 以外 也应该要花点心思来看一看我们政府在做什么 有些什么事情是我可以跟政府建言 我相信你知道我们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这些人如果都不发挥作用 那年轻人也没力气发挥作用 小孩子能干什么 所以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想一想一想 你到全世界去游玩 你吃进了台湾的这些当地美食 你去台湾每一个角落都去玩片了 又怎么样呢 对这个社会有除了拼经济以外 还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 到底政府做些什么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 来 再次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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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